巴拉圭和中华民国建交56年 是台湾在南美洲的重要邦交国 两国的交流从政府深入到民间 在当地的桥宴上好几位巴拉圭人 现唱耳熟能详的台湾歌曲 一首爱拼在鸭 甚至唱的马总统顾不得满嘴食物 也忘情跟着大声唱 熟悉的歌曲在巴拉圭的桥宴上 引起极大回响 台上的表演者不是台湾人 中文却一个比一个标准 他是楼白林巴拉圭人 台湾正大毕业生 而他是迪爱德巴拉圭少将 曾经驻华两年 因为两国的交流友好 他们爱上台湾文化 就连爱拼在鸭这首台卫十足的歌 也唱得道地 就连台下的马总统都顾不得口中 还满嘴食物 也忘情跟着大声唱 来到亚森松大学 军校学生唱着台湾歌曲 列队欢迎马总统 接受名誉博士学位 中华民国和巴拉圭建交56年 而两国的往来交流超过了半个世纪 这份帮仪呢 对于急遇拓展外交的台湾而言 更显珍贵 以上是中视记者 红台容姜长明 我们来自巴拉圭的随意行采访报道